你见过这样的战争吗? 战场上的子弹是花朵和糖果 炮弹是蛋糕做的 士兵每次上战场都能吃遍天下美食 简直爽翻天 士兵小明便是其中一员 不过他在入伍之前 并不知道会有如此优厚待遇 他只知道最近在打仗 被强制征兵 然后送往战场 士兵们躲在战壕里 敌军的导弹在附近狂轰烂炸 他们在等待指挥官一声令下 冲向战场 小明藏在队伍末尾 他抱着枪瑟瑟发抖 战争会夺走我的生命吗? 小明很害怕 比起冰冷的枪械 他更喜欢放飞灵动的鸟儿 让他在天地间自由翱翔 突然刺耳的冲锋号角响起 士兵们的战斗热情被唤醒 他们跑出帐篷 人手一支步枪 排成一排在战壕里面等待 指挥官躲着优雅的步伐 走到队伍最前方 猛的吹响口哨 吹响战斗的号角 冲啊 士兵们接二连三爬出战壕 冲向战场 小明是个新兵 第一次打仗 他没见过战场是什么样的 可没吃过猪肉 肯定见过猪跑啊 在战场中中弄弹 必死无疑吧 可明知会死 身边的战友 为什么还跑得那么快啊 有的士兵还嫌跑得不够快 跳上运兵车 马力全开冲向战场中心 天哪 他们疯了吗 小明被吓得够呛 脚一软 瘫坐在地上 可一直在战壕后边躲着 也不是个办法 被当成逃兵 也是死罪 没办法 往前冲吧 小明慢吞吞的往前移动 这如意算盘打得倒是挺响 但子弹不张眼啊 他不管你跑得快慢 该打你啊 还是打你 嗖嗖嗖 破空声从耳边划过 一枚子弹不偏不倚 正中小明手臂 啊 小明吓得嗷嗷直叫 可冷静下来的他 发现手臂安然无恙 甚至一点疼痛感都没有 这是为何 低头一看 朝他射来的子弹 都是由花朵制成的 啊 花朵子弹 怪不得大家冲得那么起劲 这东西打身上一点都不疼 谁怕呀 小明开心的蹦得老高 欢呼雀跃 他这才放下心来 情绪亢奋的呼喊着 冲呀 全速前进 随着燃流 跑向战场 跑到交战区 小明发现打仗用的炮弹 是糖粉做成的蛋糕 五颜六侧的炮弹射向空中 像礼花般悬烂 打头针的骑手 拿的也不是国旗 而是一颗颗动物气球 骑手后面的士兵啊 架起长枪 加特林也在疯狂的冒着蓝光 不过射出的不是子弹 而是五颜六色的高热量糖果 再看敌人 是一支支气球 戴着绿头盔 随风摇曳 看起来是又笨又傻 小明这边就像玩打气球游戏一般 乒乒乓乓 不一会儿就把敌军打爆 看到如此景象 小明啊 彻底是没了包袱 这哪里是战场 这分明就是游乐园嘛 他坐上越野车 驾驶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 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刺激 越野车坐腻了 小明又坐上飞机 在敌方大本营上空盘旋轰炸 驾驶轰炸机 一圈又一圈飞翔 就像坐旋转木马一样过夜 飞机开腻了 小明又加入摩托车骑兵连 偷袭敌方后勤部队 一圈一圈绕着山路 骑行的感觉 就像在游乐园里 赛马一样 你追我赶 好不快乐 旁边的手榴弹兵 正在投掷手雷 手雷将堆系好的铁筒打散 就像在玩保龄球一般 一枚铁筒 晃晃悠悠 滚向跑道 不偏不倚 正好被骑摩托的小明撞到 摩托车失控般的朝路边撞去 小明摔倒在地 虽然他感觉不怎么疼 但医疗兵还是将他抬走 送往战地医院进行治疗 而治疗方式也是欢乐得很 战地医院像零食售卖车一样 将精心制作的手雷棒棒糖 摆上窗口 每个伤兵一人一个 甜腻腻的棒棒糖 让本就没有伤口 不痛不痒的伤兵心理 甜滋滋的 吃完棒棒糖 每人再领取一枚巧克力奖章 佩戴在胸前 这是勇敢的象征 身为伤兵的小明 带着奖章 啃着棒棒糖 他马不停蹄地回到欢乐战场 继续玩耍 这次他加入了坦克兵 马力全开 驶入战场 和其他小伙伴的坦克玩碰碰车 就这样玩了不知多久 司令官感觉时机已到 下令全体士兵 一鼓作气 攻占敌方大本营 而小明又是当步兵 又是当装甲车突击兵 在空军俯过兵 也在摩托车骑兵连受过伤 最后又驾驶坦克 立下了汉马功劳 荣誉满身的小明被授予 兵王称号 这次决战 就由小明驾驶坦克开刀 冲锋陷阵 带领我军取得胜利 小明想都没想 就答应下来 这战争打得比玩游乐园还轻松 又有好吃的又有游戏可以玩 又有荣誉可以拿 啥子才会拒绝呢 就这样小明这位身经百镇的老兵 驾驶坦克 带领部队一路势如破竹 文艺兵在路边演奏胜利的乐曲 宣传兵开着飞机 抛洒敌军老巢的方位 和我军即将胜利的好消息 很快敌方大本营出现在前方 大部队开始安营扎寨 做最后决战前的准备 可小明却有些不屑 敌人就像气球一般一碰就碎 有必要弄得这么紧张吗 就像碾死小战狼一样 把他们碾死不就完事了吗 他并没跟着大部队安营扎寨 而是驾驶坦克独自走上前去 一群士兵从敌方大本营里冲出来 小明眼疾手快 一枚炮弹轰向前方 敌军就像保龄球一般 被打得七零八落 小明哈哈一笑 一边嘚瑟地回头看了看大部队 大喊 他们就是一群摆设啊 不堪一击 等我的好消息吧 一边脱离大部队 使劲敌方老巢 可刚进去 小明就后悔了 这敌方老巢又黑深邃 灯泡忽明忽暗 有种鬼屋的感觉 一点也不花乐 再往前走没多远 这景象就有点不一样了 身边的游乐设施破败不堪 玩偶支离破碎 体内的棉花洒落一地 看起来甚人的狠 小明不仅把钢盔往下压了压 有点害怕 再往前走一段路 如果说刚才有点害怕 那现在就是有点恐惧了 早已死亡多时的友军 横七竖八地躺在马路两边 不对啊 这里不是游乐场吗 怎么还会死人呢 或许那不是尸体 只是游乐场的道具啊 小明心中还抱有一丝希望 可路边友军的尸体越来越多 小明本就是个胆小之人 身体不住的颤抖起来 就在他要被吓破胆汁时 前方有只小鸟在唱歌 歌声是那么熟悉 哎 他不就是自己之前放飞的玩具鸟吗 原来自己啊还在游乐园里 只不过灯光有些灰暗罢了 小明连忙跑上前 想跟玩具鸟玩耍 可小鸟变得胆小了许多 扑斥一声飞走了 而小鸟刚才着实的 居然是一名友军的头颅 与此同时 尸体接二连三的在身边落下 小明发现这些尸体啊 竟然是曾经一起出征的战友 不对啊 我刚才还跟他们在游乐园里玩呢呀 怎么这一会儿功夫都死了啊 千里扶持的场景 刺激着小明的肾上腺素 他疯狂的尖叫 漫无目的的往前跑 突然前方滚来一颗 已经拉开活的烟花手雷 接着第二颗 第三颗 第四颗 手雷像雨点一般落下 如潮水一般涌来 密密麻麻到处都是 小明这才意识到 他们中计了 混了场 变得一点都不混了 战争漩涡 将小明紧紧包裹 他想逃 却怎么也逃不掉 随着炸弹接二连三的爆炸 小明意识逐渐清醒 他并不是玩偶 而是脚踏牛皮靴 身穿作战服的士兵 地上的也不是蛋糕糖果 而是真正的蛋壳和炮龟 这里也不是欢乐的游乐场 而是战场中心 人间地狱 原来之前的一切美好景象 都是对战争极度恐惧的小明 幻想出来的 幻觉退去 看着底在脑门上的漆黑枪口 小明终于意识到 原来这 才是战争 本来的样子 上转身的 本来的 是 感谢观看